在電車上面去找那個池 他可能摸一個女的 就是你怎麼摸女朋友 你給我下車 就是下車 你要給我十萬塊還是我報警 這是什麼事嗎 以前就會做那種 幫忙女生解決問題 可是你給人家要錢 對啊 有要到嗎 日本的男生 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女生 你們會搭訕嗎 一定會搭訕 內甲 去過日本的應該都看過 我們搭過那錢金 酒店的那個 對 我們就是卡起 是一定要這麼急躁嗎 就是我們就是 因為他很忙 我們也要跟著忙 我們要搭配他的腳步 因為日本走路很快 對 他很快 內甲內甲 待會兒 內甲內甲 沒事 沒事 待會兒 OK 內甲內甲內甲 有成功過嗎 這是 這是什麼 對啊 這要做主題的文化 這要做主題成功嗎 你這感覺是要發小名片 而且感覺是酒店要真美 對啊 沒有 我們任何工作去搭訕 都是這樣子 都一定要給名片 是假的 不是 就是類似 例如說有人在發衛生紙 結果 你給我五包 就是演那個人 人家以為以為的發衛生紙 就是發衛生紙跟他聊天 所以你講的話會是什麼 就說你等一下幹嘛 你等人嘛 什麼人在等 待會兒 誰跟你等待會兒 就是你在等誰嗎 這樣子 我沒等 這樣叫卡拉OK的美歌 就是卡拉OK去唱歌 唱了一個歌 因為日本卡拉OK可以喝酒 喝了酒就FREE STYLE 那邊就可以FREE STYLE 就是FREE STYLE 能不能成就看你的FREE STYLE表演 表現得好不好 所以你在日本成功率高不高 還蠻高的 以前 以前不知道這個能不能炫耀 我不知道 以前 以前我們高中是男校 我們幫你把關 對 然後我們是男校 然後對面這個女校 我們那邊就是幾乎都是運動員 然後跟不良少年 然後我們都會去就是車站嘛 就有著手扶梯 就偷看內褲 就是小時候都會做這種 很奇怪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因為常常這樣做 車站出來的公布欄 就會說什麼什麼什麼女中 你們千萬不要跟什麼什麼什麼男 男子高中來往 因為他們是 不良少年 對 他們是不良少年 就會被通緝 然後可能去旁邊的 對 然後就是 有高中 就是你穿著 我也穿著 他看我穿著 你那要高中什麼 沒事 就是他會拒絕我們 你們覺得他已經壞到出名 被拒絕 對 但是我們還是正義的一方 我們以前會 不是後面的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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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必須講 我們以前 你都被通緝了 沒有 以前我們多麼的正義 因為要擺回這個顏面 我們會在電車上面 去找那個吃汗 然後他可能摸一個女的 就你怎麼摸 女朋友 你給我下車 下車 你要給我十萬塊 還是我報警 這是什麼 沒有 妳是正義的 又錯了 動詩刑就算了 你們需要通告費 我們一群男的需要通告費 對不對 要分錢 你是很流氓 你 沒有 因為他騷擾 那個女中 他是吃汗 很嚴重吧 妳是不是什麼公社主管 妳一定是主管對不對 現代也一併說 那是問題 對 以前就會做這種 幫忙女生解決問題 可是你給人家要錢 對啊 有要到嗎 蠻多的耶 然後不給會怎樣 就是先來一套 一二之二 拳法 對啊 拳法 先來一套拳法 你是不是說你都玩音樂的 就是很多朋友嘛 快朋友比較多 就 Let's go Yeah 他們就會去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電車來的時候 電車門一開 他們會自動開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 這年輕人 絕對好奇怪 對 這是電車要不自動開路